各位看官 不是冤家不具头 冤家相聚几时修 早知死后无情义 所把生前恩爱沟 在美国啊 清华呢 这对夫妻惨案 陈利仁和于轩一 两个人呢 可以说是相识了 长达十年多的大学同学 两个人几乎从2014年 一路同行 同一年考入清华大学 同创四年 又双双飞来美国留学 也依旧是同学 然后两个人在美国发展 不久前 两个人还一同进入了Google工作 成了同事 这十多年 人生有几个十多年啊 一路相伴相依 说实在的 就算没有感情 那也有恩情吧 是吧 在异国他乡 应该是彼此最重要的慰藉和支撑吧 华人来了美国 还有朋友吗 对吧 这得多大仇多大愿呢 把陈利仁活活 把自己的老婆给打死 而且陈利仁呢 是被控了一级谋杀 对于他来讲 这一辈子算是完了 那根据这个最新的消息传出 陈利仁呢 已经从监狱里的医院 这个从医院转回到了监狱里 这个充满着不祥的意味深长的这个房子 714号 产生了这样的惨剧 他俩其实还没搬进去多久 这房子 这个收尾的装修工作 刚刚完成 这是刚把马桶运来啊 还是换下来啊 连马桶还没来得及换呢 就发生了这样的惨剧 有人说这房子那就204万美元 便宜了 凶宅了成了 是吧 根据中国南都记者的报道 从美国加利福利亚州圣克拉拉县的 惩教署霍西 涉案Google的中国籍男工程师陈利仁 已经从此前所在的医院转入了监狱 并于当地时间 1月22号 也就是今天 中午的12点出庭了 对其公开的指控文件显示 圣克拉拉县高等法院于当地 1月24号13点35分就此案 举行最新的听证会 而这一次呢 这个圣克拉拉县高等法院的司法大厅的工作人员 告诉南都记者 目前呢 被确认起诉谋杀重罪 而且是寻求一击谋杀的判决 我不是给大伙说了吗 他的问题就在于 他把这个妻子打死以后 没有第一时间报警 他够不上激情杀人 他还待了一晚上 一块待了一晚上 所以这预谋 一级谋杀 这个罪名是成立的 各位啊 这辈子算是完了 也有网友感慨啊 27岁 大好的青春年华 名笑 名起的高薪 天之交子 父母的骄傲 亲人和邻居 羡慕激烈恨的对象 却双双走向了不归路 一个死了 一个面临着重罪指控 要么死刑 要么终身监禁呢 什么仇什么怨啊 恐怕得从心理和性格方面 找原因了 那这个心理和性格方面 找什么原因呢 有的网友啊 就评论 说这个找这个丈夫啊 一定要找情绪稳定呢 这个情绪不稳定啊 太可怕了 我上高中的时候 我爸就跟我说过 学校里那种成绩贼好的 还不爱讲话的男生 不能谈 他们中间容易出杀人犯 这也是有点偏见 有点偏见 说性格内向的人啊 容易失控 有这意思啊 学霸 性格内向容易失控 说前南九啊 也是东北人啊 也是UCLA毕业 在一起 24小时要陪伴左右 当我提出分手的时候 他拿着上堂的枪 对准了我的脑门 从此以后 我再也不说分手 直到他主动离开我的那一天 小命 差点没了 这是来自于中国香港的一个姑娘啊 这个说 这个女孩太可怜了 父母培养的这么好 远在一国他乡 被亲近的枕边人谋杀了 网上还有那么多人泼脏水 替这个杀人犯开脱和他共情 真的太恐怖了 所以找老公 人品最重要 不是学历有多高 多有钱 高学历不代表情商 选人一定要选善良的人 学习只是淘汰了学渣 并没有淘汰人渣 蛮惜吉林的老乡 好吧 成绩特别好的 有心理问题的比较多 心眼小 以及精神问题 过于自我 心态最健康的是普通人 不好不坏的这种荡色 他俩刚刚结婚没多久 两年不到 婚房就买了一年多吧 这么快都没了 人生短战呢 是吧 好家伙 这些网友的感慨啊 哎呀 说男的从小到大的经历 经历是情绪会极端 容易估计容错率极低 很可能一开始吵架弄手 女方报警 他觉得是对他的耻辱 所以极力想掩盖这个耻辱 真的可惜了 女孩子了 女方提离婚 最好先找个地方住下 不要面对面提 否则男方反应一旦过激 后果不堪设想 是吧 哎呀 说这个网友啊 当然了啊 各位网上的这些传言 我们自媒体是没有能力 去这个佐证的 证实的 我们只能是从 人性和逻辑来给大家判断啊 所以一些杠精 非得来说 你不能等确定了 你在报道吗 那我他娘呢 还说啥呀 那我说个屁呀 还说 那你干脆 你给念中央电视台的新闻 算了呀 这些杠精 我都没办法给他们讲理 是吧 好吧 我们看看这个网友的传言吧 说更新没有裁员 两个人是去年结的婚 南方控制欲很强 女方想翻手 南方不同意 偏制杀人 大晚上刷到这个同级呀 我隔壁班了呀 太惋惜了 很漂亮 有点内向啊 我说他真的很漂亮啊 这张照片不及他本人的1% 愿在天上 安好吧 男的说是控制欲强 这个放不下 所以这女的 他们说不及1%的真人漂亮 我觉得有那么夸张吗 我在我眼里边也就是一个一般人吧 小家闭御型的一般人吧 各位啊 好 咱们再说这个啊 说不是因为辞退啥的 三个星期前 女的就打算要离婚 男的是去年6月 都已经出现了情绪的躁动 控制欲极强 男方内推女方进Google 为这事女的很不舒服 好吧 又有杠精来说了 你是没在这个美国的大公司工作过呀 美国虽然走后门有内推 可是完全不一样啊 内推也得经过那些面试啊 完全不是走后门啊 这些杠精 我也觉得你应该没在美国的大公司工作 当你有了一个印度上司的时候 你就觉得你今天说的这个话 是多么的幼稚了 印度上司没两天 一大堆七大姑八大姨的印度人 就全进来了 你竟然说他们公正 好吧 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个事情呢 是牵扯到什么事了 内推女方进Google 这事女的很不舒服 但是为了家庭和谐努力 磨合促进感情 女方还是同意了 但女方确实足够优秀 一切面试都获得好评 后来因为某些猜疑变本加厉 这事Google的清华系聚会的时候 都发现了问题 男的基本上形影不离的 跟着女的最近几次聚会 都发生了口角场面挺尴尬 女方挺耐心的磨合了大半年 尽力了婚前婚后反差时太大了 至于房子没啥阴谋论 男女都出钱了 而且比例还差不多啊 好吧 那这个传言靠谱 这个是这么说的啊 说俩人的 2023年6月份 朋友圈就不晒幸福了 2023年7月份 两个人的朋友圈停更 说明这个时候呢 他们之间已经有了嫌隙了 有人说呢 男生嫉妒妻子比自己好 也有人说呢 是公司40岁的离异男上司 在追求女生 引起了陈丽人的不满 就是陈丽人把他的老婆内推进 姑姑了 又碰到了一个印度的阿三的离异上司 好吧好吧 没经证实 没经证实啊 随后呢 陈丽人呢 基本上不离妻子左右 在多个聚会场合闹出笑话 于轩一老婆非常不满 两个月前 去年的11月份左右 于轩一的闺蜜群里边 就在吐槽陈丽人的变态行为 说他控制欲太强了 不给女方私人的空间 今年的1月3号 这个家暴 然后女方报警 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6号最后一次 共同出席朋友聚会 吵架 不过呢 没有吵架的具体信息 说这个最后 酿成了这种惨剧 那有没有裁员的问题呢 各位啊 当然了 他们爆出来的这个 桃色新闻 我没法给大家确定 至于有没有裁员的方面的压力呢 Google有没有裁员呢 好多人说不干裁员的事 我觉得这些人说的 不靠谱 这个的确有裁员的事 因为今天的信息传出来了啊 说这个Google的首席执行官 桑达尔皮刹尔 表示2024年 需要更多的裁员 才能实现雄心勃勃的目标 到现在Google已经裁了 一千多人了 而且这里边包括油管的员工 你知道丈夫陈丽人是干嘛的吗 他是从事油管新兴的 短视频的推荐算法的 马农工程师 你说这个陈丽人在不在裁员的 名单之内呢 不知道 有这个可能性 如果是陈丽人 在了裁员的名单啊 大概给个90天60天左右的时间 虽然没有马上开了他 但是呢 你如果在Google内部 内部没有调剂好的话 那就得 拿赌场走人了 如果这个时候他媳妇 反倒是传出来了 跟那个所谓的上司 有这种绯闻了 他媳妇 我一直觉得他媳妇 可能不是水行洋花的人 但是呢 架不住 他这个招风引迭啊 对不对 有那个啊 那个离异的什么 那个三哥上司的之类的 也没准啊 这事不好说 所以这男的心里就扭曲了 你说我被裁员了 你那个上司看上你了 说1月6号最后一次 清华系的聚会 湾区的某渔港早茶店 途中也发生了口角 本来几个女生 打算聚会完去逛街 男的非要跟去 因为这种小事 又闹了一下 男生的朋友 别来恶意评论 女生循规蹈矩的 留学工作结婚 老老实实的女孩子 没啥瑕疵 好多人都是知道 他为了维持这个婚姻 多用心 你看 是吧 还有人爆料说 他们大学的时候 不是男女朋友 女方在清华的男友 是其他人 两个人是到了UCSD 才在一起的 他俩不是那个 在清华里面的清华 这个叫做青梅竹嘛 而是跑到美国来以后 同学搭伙过起了日子 那女 那这个 女方的男朋友 到底跟这个女的 出国之前分不分手啊 如果说这样的话 倒也解释得通 这个女的觉得 搭伙过日子 男的不满意了 男的要被裁员了 然后呢 又想 吃回头草 把男的惹急了 这些事都不好说呢 各位 人性 有的时候 很复杂 也很可怕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 请不吝点赞